所以我們要談就是 美麗島12月的國政民調 每個月都做國政民調 做國政民調都會知道 問說蔡英文的滿意度 還有各個行政院長的滿意度 剛剛講到12月 蔡英文總統的滿意度出現崩跌 崩跌在做交叉分析的時候 更可怕了 蔡英文總統過去為什麼是東方不敗 因為在年輕人在高學歷上面 他等於說是非常受到 年輕人的支持跟擁護 可沒有想到 在這一次的交叉分析裡面 在年輕人裡面 他的不滿意度居然高達61.9 他的滿意度只剩下37了 可以看到蔡英文總統跟民進黨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所有的年輕人跟他的七本盤 以及兩岸的路線 都已經出現很大的問題 而且保健哥我先講結論 然後跟大家做個分析 現在的民進黨比2018更加危險 比2018的時候 想要逆轉的機會更困難 為什麼 很簡單跟大家講 因為2018跟2019 還有一個因素叫韓國瑜 另外一個因素叫習近平 但是等一下要不要告訴你 抗中因素 現在年輕人並沒有喜歡中國大陸 可是他已經討厭民進黨了 所以他很難能夠靠著2019的那個 因為討厭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新變數 而且有香港問題 對 因為現在的台灣年輕人 他還是討厭中國大陸 可是他已經不要民進黨了 這是最大的問題 那你可以看出來 剛保健哥在講 你注意看 除了70歲以上的不滿意度 是48.9 這也很高 因為他滿意度是46 所有的不滿意度都高於滿意度 但是70歲以上48.9 為什麼先講這個 因為其他的通通超過50% 你可以看到 20到29歲有61.9 不喜歡 不滿意蔡總統 蔡總統本來是817萬票 中華民國拿過最多選票的總統 可是現在年輕人不喜歡他的 然後30 40 50 你看看出來 56 60 60 58 都超過五成以上 不滿意蔡總統 遠高於滿意 那保健哥你記得嗎 在陳時松的選前 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蔡總統去幫他好奇之站台 他來跟大家講 請大家支持蔡英文 就投給陳時松一票 他還以為 蔡總統以為說 我的基本盤是大於民進黨 大於陳時中 對 可是 民調是科學的 蔡總統現在的不滿意度 已經超過滿意度很多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蔡總統 所以蔡英文所增加的基本盤 都沒有了 他剛剛講 年輕人不喜歡他了 年輕人本來是喜歡他 然後再接下來看學歷 保健哥你看 蔡總統在學歷方面 只有一個族群是滿意 都有不滿意 只有一個叫做國初中 有沒有 滿意52 不滿意44 其他所有族群 我們就看了 高中 專科 大學這三個 62 64 58 有沒有 不滿意度都超過5成 6成 可是以前大學以上 也是他的基本盤 現在看起來不滿意6成 滿意只有3成 這兩倍啊 所以這些你看 學歷從高中專科跟大學以上 高學歷的人不喜歡蔡英文 我剛剛講 年輕人也不喜歡蔡英文 所以你失敗這兩倍怎麼辦呢 所以蔡英文總統現在目前 他的狀況是什麼 他這兩天講說 他要開國安會議 保健哥 其實他是因為 他已經不是黨主席了 他只能夠開國安會議 因為賴清德沒有辦法開國安會議 那賴清德 他已經到下鄉去開始講 他的什麼東西 他說這一次的問題是論文 論文 還有這個黑金 他直接講嘛 還有基層已讀不回 那今天賴清德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你看民調 賴清德原本在選前的時候 他民調比侯友宜還高 歷次民調 他都比侯友宜高 他都是第一的嘛 所以其實大家想說 反正沒有辦法了 我們現在退回去 讓賴清德來 可是保健我剛剛講的 如果以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連賴清德來選2024 都不一定能救了回來 很簡單 我們現在看 因為民調會變 現在目前這個狀況 侯友宜最新的民調 電子幫民調 認為希望當下一任總統了 居然有51.4 他已經過50%了 而且他是新北市市長 賴清德剩35.7 兩個已經拉開差了15%以上 而且你在問侯友宜的時候 他落跑的問題已經存在了 就是說侯友宜明明大招 他是新北市市長 但其實他選總統 居然是超過一半 然後我剛剛所講的 2019年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保健哥你看這一張 這個就是對 兩岸三大黨的印象 綠色民進黨 藍色國民黨 紅色就是共產黨 那你看 以前在這個2014 2015的時候 蠻有執政的時候 對這個共產黨的 這個喜好度 可以接受還有30% 可是到後來極限架下 有沒有 2019年那時候講 一國兩制貪方 就掉下來 掉到剩10% 那你注意看 這是最近的 現在有上來嗎 沒有 還是10% 對 還是10% 民進黨整個已經崩跌了 所以就是說 他已經沒有辦法靠著 如果說我今天討厭 這個這個共產黨很多 那大家現在變喜歡 以後變討厭 我就可以拉回來 沒有 現在還是這麼討厭共產黨 可是你民進黨掉下來了 所以倒回來看 賴清德現在只有一個方式了 他就只好能夠是 直接去挑戰蔡英文 你看他講的東西 來來 你說接下來賴清德 一定要挑戰蔡英文 才有活路 蔡清德都沒有講出蔡英文 三個字 可是我就問 來 他講這幾個 我問 論文是誰挺林志堅論文 蔡英文 那黑金的問題 誰現在是總統 也是蔡總統 那還有高端 當然這個不能直接講蔡總統 可是整個蔡總統的這個行政 突然包含陳時中 所以他直接講 無視基層生意 誰兩年沒有開記者會 就是蔡總統嘛 所以你看賴清德 他直接講了這一些了 因為賴清德也很清楚 他幾乎就不會來 我講最後一句 保潔哥 他舉的例子是什麼 礦坑當中的金字卷 你知道他講這句話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他已經豁出去了 賴清德的爸爸 就在他兩個月大的時候 因為礦坑裡面的那個氣體 燃燒爆炸 他爸爸在礦工裡面被燒死了 他是礦工之子 所以當他講礦工裡面的金字卷的時候 已經是生死存亡的事情了 他跟大家講 拚死氣了 退此一步 急無失所 他要改革 他要挑戰蔡英文 好 明白 全世界 大家在你最了解 多少錢 他今天真的像 剛剛講的偉漢說的 他現在公公有兩個 第一個是論文的問題 第二個是歐金的問題 第三個基層聲音沒有聽到的問題 都是見指蔡英文嗎 而且他如果要翻盤的話 他只有等於說跟蔡英文划清界限 甚至以蔡英文為季棋 才有機會嗎 不行這樣做 不行 請問你如果不再反對一樣的策劃 因為李鋒一九年三月十八 你選擇挑戰蔡英文的時候 其實你民調是贏他二十八% 為什麼會贏他四八% 因為你翻到一個很基本的 兵家裡面建立的錯誤就是說 做得不好 蔡總統他失情不完異的時候 但是當時你是他的行政議長 對 他的 做得不好你才會把你來挑戰我 所以你輸出無名了 所以這個挑戰蔡英文 他這次都沒有說蔡英文的名字 那是違憾太高解讀的 所以這個論文 歐金 論文 對 這下去到最後 你們就跟他說他是在挑戰蔡英文 這樣對他的傷害 像這樣 我替你實在說 這麼不敢 你說不要看著他這樣 有啦 你去看他 看我這順的時候就像這樣 但是這個歐金 大家說 歐金是他用的 我們要輕盈 羅阿青 在台南市 他是主張台灣 我主張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兩個針鋒相對是這樣 至於說抄襲 政治抄襲 在民進黨裡面 他算前段班 我們坦白說 為什麼會說這個羅酒 是多少錢的 喝多少錢 你為什麼要把他塞給多少錢 你敢不噴到這個米 你現在是要挑戰蔡英文 如果這樣 變成總統 白腳的總統 對不對 對 整個讓你變成一個白腳的主席 所以未來是變成白腳的總統 還是白腳的主席 這個點點看 你看我看出一條線 所以先對台南市 你們現在目標都看台南市的 歐金台南市的青山 那就是羅青鐵的淋來發生的 頭一聲出來了 頭一聲出來了 這他沒辦法犯人 但是你們都沒人去說什麼 是羅青鐵的環保局長 把這個貴在親的這條 給他貼銷的 他給他貼銷 是 你敢知道 台南市的羅青 到那麼簡單 你要去查到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是這個李長 不斷不斷 定情 不斷不斷倒數 後來 第一聲 打不去的時候 剛好這個 丹志明檢察官又回來了 丹志明剛好專門辦這科 好 他這個看內科變開桌變好 他下去 所以他可以計算所有的羅青 你從哪一間公司來 從中間來 從大叔來 從哪一間來 我們這個都有關控 你青山多少天 照你剛才這樣說 現在敢在羅酒 也就是把這個廢爐渣說出來 是誰人說出來 這是難道 台南市 怎麼能取得 台南市處理的 他們就是提供這個羅青 不是我的認識 所以你說黃偉哲現在要 黃偉哲現在要去對付賴清德 他為了三位設立的鐵名 他就導客銀牌 所以他一定會正式翻倍羅青 所以他會在市委的黨籍選舉 他們這次這些選舉 全部他的市政府的系統 全部都投給他們派 這是保障的動機是提名 沒有什麼時候要調整 陳廷輝要調整 所以他們這次沒有抽選 就是由主席去接政調 所以你戴槍投靠 男人 向翻倍的時候 想得心痛 你說老兄弟 向翻倍 好 正好 剛剛講今天 梁文傑去接受一個訪問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 他說他們也沒有想到說 陳時中的仇恨是那麼高 結果他不看關鍵嗎 我們不是已經講過說 大家對他防疫其實沒有那麼不滿 沒有那麼滿意嗎 那今天光晴又丟了一個炸彈 結果搞了半天你也知道 原來我們在等於說 後來去跟BNT買疫苗的時候 等等有所謂的後面的一千五百萬劑 或者三千萬劑 這三千萬劑是可以跳過上海復興 也就是說 如果當時真的按照原來的一個承諾 也就直接跟BNT談的那個承諾的時候 我們不但可以買到BNT的次世代疫苗 而且可以買到BNT便宜的次世代疫苗 而且這個便宜的次世代疫苗 是跳過上海復興的 對今天光晴姐這個爆料是非常非常重磅的爆料 什麼叫非常非常重磅的爆料 因為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 什麼叫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說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明明就已經透過郭台銘跟BNT 已經有溝通管道也買一千五百萬劑 可是為什麼今年四月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偏偏沒有BNT的兒童疫苗 為什麼到現在我們沒有BNT的次世代疫苗 原來實際上在一場會面中 陳時中沒有把這件事當成一回事 什麼意思呢 狀況是這樣 因為郭台銘原本去年 因為他個人出了七千萬美金 二十億台幣 他捐疫苗嘛 捐完疫苗之後 他原本覺得去年覺得 反正台灣人都打完沒他的事 可是問題是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那時候Omicron 去年十二月十一月的時候 Omicron不是已經在西方 那時候開始大流行的時候 包含BNT 包含莫德納 還有包含像國內民眾 在世界有觸角的這種商人 意識到一件事 台灣一定守不住Omicron 如果守不住Omicron的話 我們要如何去對抗Omicron 兩件事 第一個要幫小朋友找到疫苗 第二件事 要有對付Omicron的次世代疫苗 這兩件事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 在去年十二月十七號 為什麼是十二月十七號 因為郭台銘記得 就是公投前一天 十二月十七號 在萬豪酒店 萬豪酒店 萬豪酒店 在大指萬豪酒店 找了陳時中 然後找了這個所謂BNT的高管 兩邊來碰面 其實這碰面的 在碰面過程中 關鍵前爆料寫得很清楚 他說碰面過程中 BNT是釋出了 當然談判 你要給我東西 我才會給你東西 BNT的條件很簡單 如果你可以在2022跟2023 就今年跟明年的 這兩年跟BNT 共採購三千萬劑疫苗的話 BNT承諾以下事件 第一件事 這三千萬劑 會在台灣設立 BNT第一個亞太製造中心 原液搬過來 在台灣分裝製造 在台灣分裝 然後這個分裝 到底說原液 原液怎麼不給台灣 原液是最核心的技術 可是就像晶片一樣 先進封裝也是一本技術 然後呢 在台灣封裝 在台灣封裝 然後包含新加坡的存貨 包含日本存貨 這是第一個BNT 那你不是一天到晚 最後也要護國神山嗎 你不是說疫苗 跟這個所謂的生化症 等於說生物科技 是我們的新的發展嗎 結果人家要給你 你不要 對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當然了 大家會覺得說三千萬劑很多 可是BNT也知道很多 可是很簡單 give and take 你如果買我一千五百萬劑 我在你這邊包裝分裝 我在講的是 不要瞧不起 MRNA疫苗的包裝跟分裝 過去民進黨連在深圳包裝 不能接受對不對 因為它是基本的技術 如果台灣可以吃下來的話 會正式觸碰到 MRNA的技術門檻 好 這第一個善意 第二件事情說可換約 這換約什麼意思 他說 因為他們坦誠的跟陳松講 說其實我們已經在做 所謂兒童疫苗 我們也有所謂的吃世代疫苗 所以這三千萬劑 不限於原本的舊疫苗 你隨時可以發現 是你需求跟所謂發展 這很重要 第三件事情 是第三個散意 這是合謀幹掉上海復興 他說 這三千萬劑 不用經過上海復興 這個是我最困惑的是 以前不是買疫苗 非要經過上海復興 可是說 這買的這個新的 不用經過上海 因為第一件事情 那時候BNT 願意把大中華區的代言權 給上海復興 所以上海復興跟BNT 跑一千萬劑 中國我搞得定 中國搞定那十幾億劑的疫苗 BNT當然OK 可是後來第一件事情 發現上海復興搞不定中國 對不對 第二件事情發現 透過上海復興 我們疫苗成本 至少貴三分之一到一倍 難怪郭台銘講 很多被上海復興抽走了 所以郭台銘真的來講說 其實很多是被上海復興抽走 所以他說 可以繞過上海復興 對於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再也不用擔心 復辟太三個字 我們再也不用討厭簡體字 我們不用看到簡體字 最重要 我們可以繞過中國的前置嗎 而且你可以切開BNT 跟中國的關係 對 所以這是BNT給的第三個善意 第四個善意是什麼 我可以便宜賣你 我把上海復興賺錢 我們二一天做五 一半給BNT賺 一半回饋給台灣 對 二一天做我們可以買 我不要中介了 不要中介了 所以郭台銘這次講說 BNT想在台灣 台北開分公司 意思是什麼 就是當時去年12月17日的時候 BNT釋出了善意 所以才是三千萬劑的由來 郭台銘從來沒有堅持到三千萬劑 他就是因為 他在這個疫苗中 他沒有賺頭嘛 這跟他沒有關係 他意思說BNT有這個條件 可是這個條件出來後 台灣一可以觸摸到 MMA的封裝的門檻 第二個可以換約 未來有次世代次次世代疫苗 甚至兒童疫苗 小孩疫苗 全部都可以用 第三個可以繞過上海復興 第四個可以更便宜 我坦白講如果是我啦 我看到這個條件 我一定趕快去研辦嘛 所以我特別去問 說到底後 你條件看完陳時中怎麼接招 陳時中說把這件事交給 專門採購疫苗的人 來負責往下談 然後呢 就沒有難後 這才是問題 就是陳時中接一天後 在臉書上回的一個文 非常取巧 因為光綺姐爆料嘛 陳時中就馬上回應嘛 他回應說什麼東西 比如說台灣作為法治國家 政府巨額採購相關的法律 流程規範非常嚴謹 就算身為疫苗指揮官 也不可能當下做出任何承諾 我同意 我同意陳時中講的 可是我才問的問題是什麼 要我們去follow這件事情 對 我才問的問題是 去年12月17號 BNT給了台灣這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 我不論台灣政府接不接受 可是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是四個月後 在今年的四月 疫情爆發的時候 台灣沒有兒童疫苗嘛 你如果有follow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會有兒童疫苗 這才是大家講的嘛 然後事實是 發生了12個月後 台灣沒有次次帶疫苗嘛 那光綺姐更狠 馬上回應 你有沒有醉醺醺 對 他也不跟陳時中摟哩巴說 他說 其他事我沒人在跟你講啦 你身上先回答我 那天有沒有醉醺醺 他醉醺醺是陳時中 跟光綺姐兩次 我不介入 我的意思是喔 光綺姐這爆料 為什麼對我來說很重要 他解釋了 為什麼今年四月的時候 我們沒有當時市面上唯一受美國EUA核可的BNT兒童疫苗 政府要想出莫德納打扮機的怪招 第二件事情 他解釋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吃吃蛋疫苗 原來去年12月的時候 BNT就有3億